有粉丝朋友想要一个腰脱的减肥训练,今天安排上 这个视频最有价值的就是前面的理论部分 虽然讲的内容可能比较多,但是这些建议可以明确知道你减肥中的实际操作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腰脱的朋友,而且想要减肥 那么,这个视频内容你必须详细看完 首先,腰脱有很多动作是做不了的 包括长肩的跳跃,弯腰,抬腿 这些动作都会加重腰椎肩盘压力 可能在你还没有减肥效果的时候 腰脱的症状已经加重了 关于哪些动作可以增加腰椎压力,可以看这个视频 所以,针对腰脱朋友的减肥 应该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适当运动 这样减肥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快 但是,应该是最安全的减肥方式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急性期 那么不建议你现在就开始减肥 可以先去参考这个视频 做一些腰椎突出的康复训练 过了急性期之后 再来参考这个视频来减肥 腰多朋友减肥,最重要的是饮食控制 这里直接给大家一个减肥标准的三大营养素比例 碳水55% 蛋白质25% 脂肪20% 然后再根据自己每热量消耗 确定一个300到500大卡热量差 身体激素比较小的朋友 300大卡热量差就足够 身体激素比较大的朋友 可以选择500大卡热量差 下面再讲一下 三大营养素选择策略 首先 碳水水的标准是 热量比较低 饱腹感比较强 血糖指数GI比较低 碳水热量比较低 饱腹感比较强 可以在你控制热量瘦的时候 就不会感觉那么饿 这里补充一下 血糖指数基本支持 血糖指数就是指 吃进去东西以后 血糖升高的速度 食物中的血糖指数越高 这种食物消化吸收越快 血糖升高的越快 食物中的血糖指数 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一般来说 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 血糖升高的速度比较快 身体为了降低血糖 会大量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分泌增多以后 对减肥有两个坏处 一 胰岛素有促进脂肪合成 抑制脂肪分解作用 更容易让人发胖 二 胰岛素飙升 更容易造成吃饭以后 反弹性低血糖 低血糖会直接刺激人的食欲 让你在下一餐吃得更多 这里顺便给大家推荐几种 血糖指数相对比较低的主食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灵活选择 其次蛋白质选择 最好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 高蛋白食物对减肥有三个好处 蛋白质有很高的残热效应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吃过一餐高蛋白饮食之后 你会感觉身体发热 这个是因为蛋白质消化吸收以后 其中会有一部分热量 被强制通过散热消耗掉 咱们吃下蛋白质以后 蛋白质消化吸收 消耗一部分热量 然后直接产生热量 又消耗一部分热量 最后还要被用于 修复身体各种组织 来合成蛋白质 最后剩下的那一部分 如果想要转化成脂肪 又需要消耗大量热量 所以减肥过程中 蛋白质的限制 其实可以适当放宽 二 蛋白质可以更好地保持住 你的肌肉量 这样的好处是 有助于保持住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降低 对持续减肥非常有好处 三 蛋白质能够带来 很强的保护感 因为蛋白质能够刺激消化系统 分明一种叫唠唠特代激素 这种激素可以带来 很强的保护感 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你健身完以后感觉很饿 但是喝完蛋白粉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饿了 而且还可能会影响 你后面正常吃饭 这就是蛋白质 带来保护感的直接表现 最后 脂肪的选择 关于脂肪很容易让人发胖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 身体特别喜欢存储食物中脂肪 而且 食物中的脂肪变成身体脂肪 几乎不会消耗什么热量 其次 脂肪热量密度比较大 每克脂肪有9大块热量 但是 蛋白质和碳水热量 连脂肪一半都不到 只有4大块 所以吃高脂肪的食物 虽然感觉没吃多少 但其实已经热量超标了 就比如 一勺植物油大约10克左右 热量就将近100大卡 而普通的一小碗米饭 也就100大卡热量 第三点 高脂肪食物可能会改变身体的生理生化环境 让身体更容易发胖 其实 高脂肪饮食容易让人胖起来 这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 咱们看这个研究 研究表明 高脂肪饮食是超重和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 还有研究表明 脂肪过程比例上升 是肥胖等慢性率发展的主要原因 脂肪分成植物脂肪和动脂肪两组 对减肥的朋友来说 脂肪推荐是植物脂肪 就是各种植物油 包括大豆油 菜脂油 或者是小麦配芽油 植物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不但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而且能够降低胆固醇 想减肥的腰秃朋友 在控制饮食的同时 最好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例如 习惯久住那些朋友 尽量减少久住 没事多起来走动走动 这样也可以增加一部分热量消耗 同时可以避免脂肪过分堆积 下面是运动推荐 对于腰秃朋友 减肥最好的运动是游泳 这是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 同时游泳还有更好的燃脂效果 如果说你不帮内用 那么就可以参考后面的训练来减肥 如果你感觉今天内容还不错 希望你可以给个一键三连 这样我就更有动力去做一些更加详细的 有实际意义的训练视频 好 下面咱们开始训练 咱们开始训练 请训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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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